因为空间能生能养 所以是老子哲学非常重要的主张 王宗岳祖师继承了这个哲学 并且运用于太极拳之中 所以太极拳是空间优先于时间的武术 所以王宗岳祖师太极拳论后面讲 快和能为并不是否定速度的重要 而是说我们只要能够掌控空间 就能缩短时间 所以太极拳中利用自身速度之快来缩短时间 并不是最重要的 因为这自身之快 有每个人自身条件的限制 很难借练习而有重大 不过甚至会越老越慢 所以太极拳论 从左重则左须 到退之则欲促 这整段话就是告诉我们 太极拳要如何利用空间的方位 来制造像太极那样 至高无上 至大无外的 无限大 无穷尽空间 来进行作战 以换取时间 前面说过太极空间哲学 是源于老子古的空间哲学 它标示着宇宙的存在是空间第一时间 第二是先有空间后有时间 所以谁能控制空间就能控制时间 所以宗悦们讲平行叠背的技术 就是讲折叠空间的技术 王宗悦太极学用悬吊技术 就能轻易地把底朵之间的空间折叠起来 拉进空间中A到B的两点距离 然后我们就能够很快地从A到B两点间往返 这样我们就能轻易地让攻守的速度变快 现在科学家讲宇宙旅行 要把太空船从宇宙遥远的A点飞到B点 如果太空船迟迟飞过去 再快的太空船也要飞好几光年才能到 但是如果能够把相隔的空间像一张纸那样折叠起来 就能拉进A点到B点的距离 同样快的太空船直接穿过折叠区就到了 那就可以省下很多时间 往返的速度反而快了好几光年 所以太空船飞行快慢的问题反而没有那么重要了 像这样折叠空间的太空旅行 人类只停留在理论上 目前还做不到 但是折叠空间来作战的技术 王宗岳祖师的太极拳却已经率先做到了 王宗岳太极拳除了折叠空间之外 诸如以开展技术拉大敌我空间 或以放松叙缩自己来扩大既定空间 或在放松叙缩中展开自身体内空间等等 都是空间技术的运用 一般武术和一般太极拳 都是以A到B的两点间直线为最近距离 所以他们必须用快速高速来通行空间中A到B的两点距离 以缩短时间 所以他们必须把自身速度的快摆第一 主张自身速度的快才是快 因此他们认为自身速度的快是自身速度慢破不了的 王宗岳太极拳则是利用直长领境的悬吊技术来折叠空间 把A到B的两点空间折叠在一起 因此A到B的两点距离缩短了 所以往返的速度反而更快 这就是太极拳能够后方先制的道理 除了宗岳门之外 王宗岳祖师的空间技术 过去在历史上只有追随王宗岳祖师的 吴宇乡大师一个人会用 所以只有他才能够说出 往复需要折叠 进退需要转换的精妙心法 可惜吴宇乡大师虽然已经能用 但在他还没有完全破解 并且写出王宗岳祖师的空间理论之前就过世了 因此无法将王宗岳祖师的空间理论 解说给后人明白 这是非常可惜的事 空间的折叠 一定要用指掌虚灵顶进的顶头悬的悬调技术才能达成 如果用当前太极拳全面主张的用拳法就做不到 因为用拳法把重点放在步法上 步法是要走在地面上的 地面地板上的空间是硬的 地面地板上的空间距离是固定的 无法折叠 所以用拳法步为先的太极拳 必须用步走完地面上全部的固定空间 才能从A点到B点 所以绝对无法使用空间折叠技术来缩短时间 他们只能用自身之快来缩短时间 从这一点来看 我们就不难明白 为什么宗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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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极拳套路和套路用法 去看王宗岳祖师的太极拳论 那是永远都会看不懂的 要明白王宗岳祖师的空间理论 要学习执掌领境的弦调技术 才能真正明白呀 感谢观看